哈喽大家早上好呀 现在是周六早上的11点钟 我又回到了我们在山湾Captrano的这个Listing Property 地址是3086R Staplechase Drive 然后是在山湾Captrano 大概离尔湾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车程吧 这个房子在的这个社区呢 是一个带门卫的门禁社区 叫The Hunt Club 反正这是怎么说呢 如果是住在这一片 就是住在The Hunt Club的人 就喜欢去去到处跟别人说 我住在Hunt Club 就是懂得都懂那种意思 这个小区呢和我家是一样的 就是有马道 如果是你房子够大有盛食的话 你是可以把自己的马羊在家里面的 但是呢你也可以就是把马放在外面 然后就骑着马道到你后院里面来溜一溜之类的 这个房价超级的大 整个这个房子里面的面积是8800多尺 占地超过一英亩 地带有游泳池和网球场 6房8位3个车位 一共有5个明火壁炉 它所有的这个卧室都在2楼 1楼的话全部都是公共的空间 但是它这个房子之前设计的时候 1楼是有一个卧室的 但是前屋主呢就把它改了 改成什么呢 我现在先不告诉你们留一个小悬念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他改的那个房间呀 我比卧室更想住在里面 OK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Let's go 我们一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呢 首先会进到这个调高的门厅 然后会有一个旋转的楼梯上2楼 这个门厅最中间有一个大吊灯 这个东西呢学名叫Alabaster Chandelier Alabaster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就是雪花石膏 它是一种石头磨成粉 然后再混合了那种就是matrix 然后高温加热变成这种透明的材质 它也可以是不透光的 就是古罗马有很多那种看起来像大理石纹的雕塑 其实就是用这种材质做的 就这一个灯啊 现在市面上如果想买的话 都已经要超过至少一万道了 而且是不包油不包装 所以说这个放在这里就很气派 进来就正着场面了 这个门厅呢 左手边是一个home office 然后右边呢就属于一个会客厅 里面就是厨房呀 然后餐厅啊客厅啊 我们先从左手边这个办公室来看吧 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门呀 都是这种法式对开的门 就是这种双叠开的 这个房子呢就是超大 面积肯定是够了 但是它又不会说让人感觉很空旷 因为我觉得是它这种建筑的 这个形式它是那个都夺风嘛 就是这种梁啊什么的 是外露的 所以说它可以压得住 这个你们看这个拱形 我很喜欢这个拱形 带着这种花边玻璃的 你看光很够 如果坐在这里工作的话 然后这边你还可以见一见客人的 像这个柜子 这个是它原装的柜子 这个就属于给那个助理啊 秘书座坐在这里 你看这边老板坐这里 然后秘书座这里 帮你处理处理邮件啊 接接电话呀 你就可以在家办公了 然后呢我们看右手边 这个呢就是会客厅 你们帮我查着啊 这个房间里一共有 五个明火的壁炉 这是第一个 然后每一个外面都是这种 石木做的木雕的这个包边 你们看这厅有多大 因为它现在的家具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可以就是 搞得更好一点 就是这种stating company 都是比较现代的家具嘛 就是一通百用的那种 但是这个房子适合那种 稍微厚重一点的 才能感觉震得住 但是每个房间都有这种大玻璃 然后采光非常的好 跟这个会客厅连着的呢 就是它的min dining room 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餐厅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就是 石木这样斜铺的 这个感觉质感就很好 我们家的那个餐厅也是这种木地板 这个还挺贵的 因为我们家那个房的前屋主是一个专门做地板的 然后就是地板用的材料都很好 所以说我知道这个如果你现在就是 重新找人来做的话 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大家看这个墙纸 这个是布的 然后里面是软的 这个法语叫快哦 我不知道就是怎么翻译 但是这里面就房间很大 但是不会有回声 因为它的这种材质 而且你看这个壁画 整个都是连贯的 因为它是一幅画 所以说接缝的地方就要接得非常的好 它才能很完整 这个工现在来做 就非常非常的贵了 包括这个雕花的玻璃 这种玻璃叫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它的这个学名了 就church里面用很多这种玻璃 从这个dining room穿过来 那连着就是厨房 这里这两个小的是就是保温箱 如果说你把东西做好 你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食物就不会凉掉 这个厨房一共有两个oven 这个是commercial level 就是饭店的用的那种炉灶 然后明火的炉灶 相当的大 这种灶现在在美国 如果你重新装修的话 要那个特批的 因为它属于商业用的 但是你如果家用的话 一定要那个CT给permit才可以 然后这厨房用的是这种红色花钢盐的台面 你像冰箱啊什么都是整体这种包木的 它这个不是坏掉了 这个是就是这种木的纹路 因为它是石木的 不是我们那种就是板材 它是一块整体的板 你像这种花钢盐啊什么的 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 所以说它不像那种合成板材 就是那么的那么的无瑕 但是质感非常的好 这有一个oven 两个oven 三个oven 微波炉 这里呢又是一个圆弧形的早餐厅 它这个房间里面整体用了很多这种 有点大理石纹路 然后弧形的 这个元素就是一直在被重复 然后呼应的很好 大家看这个外露的横梁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都夺风 像美国这种大一点的房子 就喜欢用不同的这种地板 就是把每个房间的功能性给分开 像那边餐厅的话 就是用那种石木的 然后这个厨房 就用这种石头的比较好打扫 因为是光面的 像这种比较休闲的家庭厅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就是family room 中文叫客厅吧 就美国是family room 然后就是这种地毯 比较温馨一点 而且这里有一个 收起来了 大家可能看不到 这里有一个投影仪的那个木布 然后可以放下来 然后就可以坐在这里看电影 这个房子啊 就是进来给我的感觉 第一是特别的大 就是走下来一串非常的累 第二个就是最主要的特点 我觉得不管它建筑风格是什么嘛 但是这个房间里就透露着一股老前卫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有的房子也非常的奢华 但是是感觉那种新浅 就是非常的bling bling啊 然后什么东西都新兴的呀 但是这个房子就是那种老前 而且是那种家里足足贝贝 就在这个地方做实业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房子 比较适合那种稍微有一点社会阅历 然后有家庭的 住在这里养孩子 然后你看等你孩子长大了 带女朋友啊男朋友回家 也很正的住场面 对吧 一看我们就是殷实的市价 当然那种年轻人 就是炒币 或者是那种自己搞这种 高科技行业 富了的年轻人 也不要忘了孝敬父母 我觉得把父母安排在这个房子里 也挺好的 就是风水很好 我一会儿带大家拖一圈 就你们就能看出来了 这个树也长得很 你像父母住的好 就是等于说忘你自己的风水嘛 所以说有钱了 不要忘记孝顺父母 从这个family room旁边呢 挨着的就是 这个房子的第二个楼梯 上去以后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一会儿上楼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先买一楼参观完 这房子实在是太大了 OK这样转一圈 又回到了这个主要的门厅 然后这里连的是车库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那这里是一楼的 就是半个卫生间 就是带一个坐边 带一个洗手池 Half bus 然后拐出来 就又回到了我们的门厅 你看它这个拱形元素在所有的地方 拱形的窗拱形的这个楼梯的跳望的地方 然后包括呼应着这个大吊灯 现在我们上楼看看 楼梯间上来呢 右拐就是冲着门厅 这个就是这个房子的主播 你看还是这种对开的法式门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房间是有多大 这居一个小小的launch area 你可以坐在这里睡觉之前喝喝酒 然后外面的景色也很好 特别绿 这个房子是1991年盖的 这个小区已经有一定的就是年头了 所以这个树啊什么的长得都非常的好 大家看这个壁炉的做工 你看这个雕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反正到处都是钱 我也就摸起来这个质感 就这个漆和这个雕工 我就知道一定非常贵 而且这个是根据这个房子量身定做的 主卧我们走过来 这边是门 然后旁边就是主卧的浴室 右手巨大的衣橱 然后里面延展的是放行李箱的位置 一个actual storage room 就额外的放一些杂物行李箱什么的 然后 这是一个马桶 你们看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我觉得这房子里最有意思的 你们猜这是啥 你们看这个像啥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在干洗垫间 就每一个上面都可以挂一件衣服 然后里面超大 就是这整个房子的房顶 都是你放衣服的地方 很明显那个是男士一处 这个是女士一处 衣服太多的人 这简直是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拥有一个这个 我的那个broker说 他们做过一个实验 就把一件衣服挂在这 然后在这踩着 大概六七分钟 他才能绕一圈绕出来 所以你们可想而知 里面空间是有多大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衣服房下了 这个就是主卧 你们看这个bashtub旁边 后面这个是没有窗帘的 因为后面整体都是自己家的 所以说根本不需要窗帘 就是沟花有一点私密性 但是没有人能看到你 你就在这喝个红酒 做个泡泡浴都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阳台 可以看见后院 我一会带大家出去看一下 这是你的shower room 然后double sink 还有化妆台 我们现在从主卧 出去 回到这个门厅 然后楼梯上来往左拐 这房子超大 跟迷宫一样 它这上面的六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自带一个洗手间 就是所有的房子都是套房 然后这里是一个就是放那个tower 就是放浴巾啊 然后毛巾啊 的那种储存的储物的地方 一共有两个 这是第一个 知道哦 不然一会儿要迷路了 这是第一个客户 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这个客用的卫生间啊 都是重新装修过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比较新 你们知道这个石头台面叫什么吗 这是真的石头 这个石头叫 Carara Marble 就是卡拉拉大理石 因为它是从意大利卡拉拉这个地方产的 很多那种意大利的就是church里面 因为它就是白色 带这个暗蓝条的纹路嘛 看起来非常的圣洁 那个圣台喜欢用这个 然后上面箱一个金边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 卧室 这是第二个客户 同样的卡卡拉 Marble 还有就是自动的灯 然后Shower 和 Toilet 对开门的衣橱 OK 现在这一只我们走完了 里面一共有两个房间 然后出来 我这样说也是为了防止自己迷路 然后我们现在走右边这一只 右手边 这是一个瑜伽房 然后这里看到没有连的是主卧的这个 那里是主卧 连的是主卧 然后你可以从这边直接来 早上就不用穿过那个门厅 可以直接来健身 然后就有一个桑拿房 这里是连着的 这里是跟这个连着的 你可以那样走 你可以这样走 OK 然后从主卧的这个这个健身房出来 这边是第一二第三个客卧 移除 就这个房子所有的房间都带厕所和这个work-in closet 这是一个下面也是extra storage 可以放被子什么的 看外面的山景 好漂亮 OK这是第三个客卧 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是另外一个那个放就是tower的地方 很多很多储藏的空间 走到镜头这边就是这房子的laundry room 大家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guest room 但是是一个套房 这里是你的洗手间 是一个 就叫四分之三吧 所以就是不带bus top的 但是可以洗澡的 大家看哦 这里 有一个小厨房 所以说如果你有好朋友呀 然后就是这种相处的比较好的麻将搭子 tuple 你就可以邀请他们在这多住一段时间 而且那边那个第二个楼梯嘛 也可以如果把它隔一下 这边就是等于一个比较私密的separated的房子 也可以在美国叫mother-in-law 就是岳母呀 或者是丈母娘住的地方 就是你必须要跟她住在一起 但是你又不想每天看到她 就把它放在这儿 她还可以自己热个东西吃 然后就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阳台 后面是山景 然后这是自己的swimming pool 后面是有一个那个网球场 然后一直到那个网球场的边 就是这个房子的地界 这里是邻居甲 从这里 然后一直到那个网球场的边 然后左手边是邻居甲 邻居甲的网球场 也有人把这一块就是改成养马的什么的 这个小区是可以直接把马养在这里的 这个房子室内大概在大家都过了一遍 但是spot 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房间没有带你们看的 我不是说这里一楼本来有一个卧室 但是被屋主改了吗 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 它把它改成什么了 Let's go 回到我们的family room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门呢 黑洞洞的是什么 酒窖红酒窖 这里简直就是哇我的天堂 我觉得如果这是我家的话 大部分时间我应该都在这里带着 就每天欣赏我的collection 我也不知道这能放多少 这里能放好几百瓶 其实这里本来是一个那种工人房 或者是保护房 但是他们把它改成了一个酒窖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改的 然后酒窖旁边就是一楼的第二个 这个半个厕所 这个房子就是一二楼全部都有卫生间 全部都在领域 然后一楼因为没有卧室 也没有就是领域的地方 我觉得设计非常的合理 前面如果是会客的话 再用那个 然后这边就是大家家里面的人 可以用这个功能区域 虽然是个大房子 但是这个功能的划分是非常的合理的 谢谢大家 优营的笔 好累啊 我刚才录着录着 就是Open House还没有开 我们是1点钟嘛 就已经有客人进来了 今天本来早上下雨 我还在想说会不会没有人来 结果一直都很忙 然后现在已经4点15了 嗯 还有一组客人 但是我的同事在带他们 所以说来给大家录一个ending 这个房子在的这个小区呢 叫The Hunt Club 就是居在这里面的人 稍微年纪都长一点 但是人脉非常的广 然后主要是白人社区为主 不像Ervan那边就是华人很多 但是离Ervan也就20多分钟的车程 其实挺方便的 而且离海什么的都非常近 周围很多的公园呀 然后hiking呀 然后try啊 就是这整个城市都是这种 非常hilly的 这个房子是要价488.8万 其实它和一square feet才550美金 所以这个要价其实就不够 房子里面就是大家看完以后 也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旧了 但是这个都很好翻新的 因为这个房子的基础特别好 你像他用的这种大理石啊 然后这种石墓啊 所有的这些就是permanent的这种东西都非常的扎实 这个原材料现在在市面上面买已经是特别特别贵了 其实这个房子买起来非常的划算 因为在这个area这个zip code上面均价是卖到了569美金 每平方square feet 而且这个包括了就是外面那种路边上的房子啊 而且tondo什么的 这个小区是非常exclusive的 这种有真人门禁的小区 而且住在这一片的人都会说自己是我住在的hung club 就是那种身份的象征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房子买起来很划算 比均价还要低 就是listing price已经比均价还要低了 特别适合这种big family 然后年纪稍微长一点 而且在这里扩展人脉也挺好的 因为这个小区里面要么就是住的时间很长了 就是年纪真的很长了 他们才会把房子卖掉 所以说换过owner的这一批可能稍微年轻一点 但是大部分人年纪都比较大 就比较像我broker那种 就是七十多八十岁 然后就是六七十 有很多是这样的就是邻居 这种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那只能住这儿的嘛 肯定就是混得还不错 而且他们都非常的闲 就是特别乐于住人 我们家这个小区也有点这种类似的 就是那种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邻居 哇超热情 就是每天给我们送cookie啊 然后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就是各种party啊 这个那个的 所以就在这里会得到很多这种邻居的 帮助和connection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说对这套房子感兴趣呢 大家就要抓紧了 我们已经有两个这个retaining buyer 就是觉得这个房子potential很好 然后今天又来了一组客人也非常感兴趣 如果电视机前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赶进去的话 赶紧 我把我的电话和微信放在这个视频下面 联系我联系我抓紧 不然的话就饥不可食吃不再来了 OK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吧 第一次open house非常成功 OK我们下期节目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